黄道吉日天道吉祥 我们还记得老黄历吗 现在年轻人可能越来越不信了 更不要说懂了 至少老人还都出门 吉日一计出行一计 还看一看有个参考性 那他从何而来呢有没有道理 首先黑道黄道啊 这个自古就有争议 它代表什么意思 好像是天传给天 人定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也传丢了 那总之呢黑道可能跟月亮有关 那黄道呢跟太阳有关 不是现在所谓的黄道 跟这个月亮的百道 或者什么赤道 这个黑道可能就跟月亮有关 那以后我们也有机会再探究 那这个老黄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基础的 什么日子应该怎么样 那什么道理呢 我们讲给大家听听看 所谓人家有什么事 天上就有什么星星 这个北斗七星啊 斗柄所指 最后一颗星 遥光星破军星 它所指指冬 我抬头一望 这个时候就是春天 指南就是夏天 要以此类推 那再把这个四个方向分成三档分 就分成十二份 就是天上的这个星象 加古文的自处阴谋 就在天上我们都看到了 那落到地上呢 人们又加上了后来的鼠像 那总之地上跟天上 它是相应的 这一套它才是自然的 才是完美的 我们最早的值班 也是中国老总非常有智慧 都这么来的 那怎么来的呢 那这个斗柄所指的方向 这个时候就叫越见 你比如说指向正月 那我们是通俗化了 把它作为阴历的正月 实际上这个是叫银月 正月见银 这个时候就叫见月 见银 那这个值班呢 说一天一个班啊 那它那是一个月啊 我们这个论天的怎么算呢 就是银月的银日 日月通知 这个时候能量会强 那我们分的就是十二地之十二份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叫见 往后呢叫除满平 定之微迫承受开币 十二个 那地之十二个 那建筑满平就是指的人成长的一个状态 大体上说 然后就是中年万年 以及入幕 再来 就这样 能转 那这个 怎么值班呢 说这个时候 十二天一个班 因为一个月是三十天 你说不对 二十九点五三天 或者多少天 那都不是具体的 没关系 这个小处点 这个时间 我们就值班 就是 他十二个一轮 十二个一轮 上了两周班了 然后第三周 轮到谁 轮到小处点的这一天 因为这个时候 叫下个月了 一定在下个月 那三十二就三十六天 在下个月 那下个月 是为了对齐这个 一举两得 为了对齐下个月 某月 这个落件 落到某日 就刚好错开一天 所以 前一天 他还是 这个人值班 因为他只剩半天了 后面那个人 不能上半天班 所以他就值班 然后 然后 这轮两轮 就是下个人 值班 就是这么的科学 然后 这个里面提到 黄道跟黑道 就是指的 太阳 跟月亮 这个以后我们再解释 这个当中 还有很多学问 我们再说 下几个彭毒百计 再把这个 传绵一下 传绵一下 bounce 跟 霜 霜